所以我很怕 我很怕這種東西 或者是查你的電話簿 那一種我覺得很恐怖 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不會去限制他的工作吧 而且尤其是 那個東西是他喜歡的 所以男生是絕對不能管你要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都是有年紀的人 就知道什麼是好 知道什麼是不好 現在應該不需要這樣 可是如果就是規定 因為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時間 不能太晚 這你可以接受嗎 有時候你喝多了 你真的沒有辦法算那個時間 我覺得 所以我很怕 我很怕這種東西 或者是查你的電話簿 那一種我覺得很恐怖 而且如果一直奉勸你說少喝點 這個應該也會蠻氣的吧 對 是誰一直奉勸你少喝點 也沒有啦 幸好著想 真的 可是電影裡頭你的角色那種 就是忽然有說不出的話 對 然後就把自己灌醉 然後跟另一半說 你不要跟我講話 我不想講話 那個是會發現在你真人身上的嗎 有這個我會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不想講話的時候 而且你怕口出惡言 你會察覺說我現在正在很冷漠的對待我的另一半嗎 會啊 我當然知道 對方也會知道我也知道 那你會心軟說我不應該這樣 還是你就會繼續撐下去 我覺得不是撐耶 而是 就是時間 就是沒辦法融化 對 對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 過渡期 他很可怕耶 對 你冷靜不會就一次冷靜到兩年吧 我試過 我跟一個朋友翻臉 就一年 而到現在都還沒有和好 所以你心裡是你也不想跟他和好嗎 還是你拉不下臉 沒有 我是覺得不適合 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 而且以前我跟他特別好 那你對方一直主動表達歉意這些呢 都有 他有 還是不可以 沒辦法 雖然他是踩到你的死穴是不是 對 你不列一張單子出來 來告訴大家說哪一些是不要觸犯你的事情嗎 我覺得很多基本的做人原則 大家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耶 因為在我的字典 如果下一部電影他不來康斯爺 我們就知道我們完蛋了 因為照理說 朋友應該不太會決裂到一年吧 第一次滿過分 我跟他很好 然後 這個其實我想每個人都會吧 結果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 後來我剛好跟他男朋友 在同一班飛機上面 我們就聊開聊天而已 然後跟他男朋友回去 就跟怡萱講說 欸我剛剛在飛機上撞到那個書籍 然後 他好像對我有點意思 就 男的就這樣跟他說 結果他就打電話來罵我 兩天 剛開始我還可以忍受 我就說 妳男朋友病 或者怎樣 第二天他又 繼續再跟我爭執 為什麼我要去勾一趟男朋友 我就 講了很多的話 我就把電話掛了 對啊 從此就不再聯絡 那這個是還滿多分 對 很傷喔 對 這個很傷 因為他等於是不相信你的為人 對 對 就跟你講這件事 你剛剛突然就要封殺他 不要再上康熙了 對 有什麼好事 可是妳現在還會是 要拍哪一場戲之前很緊張嗎 我拍戲不會緊張 對 所以要拍哭戲什麼都OK 都不會 妳如果要碰到很為難的那種什麼 把妳丟到很髒的水裡去啊 什麼這些東西的 妳會 你剛剛一早就準備好了 一早就會拒絕